今天打-3,風也很大,風向也蠻亂的,所以能打出-3的成績,我覺得打得蠻好的,尤其在開球方面,還有推桿有救到一些球,所以希望在接下來幾天繼續保持這樣的好狀態 上禮拜的球員級標賽,其實自己表現得還不錯,但是成績卡上當然就沒有那麼突出,然後前幾棟就,前九棟就打出加6,所以其實那九棟就幾個錯誤,讓自己就把整個比賽丟掉,所以有點可惜,但是除此之外,我覺得在推桿上面跟開球上面都很大的進步 最近有做了一些改變,尤其是推桿,在推桿的整個揮桿的軌道上有做很多的加強,然後有確認自己在判讀上判讀得更好,那長桿的部分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改變,其實每天做的一些練習方式都蠻一致的,然後自己的感覺其實長桿部分也蠻好的 那去年第一次參加名人賽,打出並列第七的好成績,我覺得推桿表現最好,然後我相信這跟我去年習醫院又當地的感地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今年四月也會繼續請他當我感地,然後也希望可以持續表現出一些好成績 你為了準備好嗎? 你為了準備好嗎? 其實,對名人賽做的一些準備,尤其現在有打過一次之後,所以對球場也比較了解,我覺得有很多開球的部分,我是覺得非常重要 那像是第十洞你要打一個二十碼的卓取球,用三號目,所以過去這一兩個月我也一直在練習這個球路,所以希望在比賽的時候可以好好發揮出來 第一次參加名人賽好成績給我很大的鼓舞,那我相信這一次目標我還是希望就是前二十的其實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蠻好的,尤其是四大賽有很大的壓力,然後有很多的媒體的焦點,但是最主要對我來講,我每一場比賽 我都希望自己把兩天打完,把自己放在前二十,然後希望第三天打出好成績,讓自己有多冠的機會,所以不管什麼比賽都是我一直以來的目標 聰明大家可以在這邊 我就是這個大支 阿好 滾 感谢观看